妈 怎么了 怎么哭了呢 说话呀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什么被骗了 怎么被骗的 都是那个老张 介绍什么常代宝的 说是通过网络 把钱存到账户里了 我当时我也不信的 可是 你看 我上两个月存进去的钱 现在就多出了好几万呢 老张 我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呀 瞧你看不起人这劲儿 这些钱是拿我家的房本 去跟银行借贷的 那银行不得还贷呀 这个常代宝的获利呀 那可比银行利息高出五倍呢 有那么多吗 当然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赚钱方式啊 比股票基金还要靠谱呢 我想 你爸也没给你们姐弟留下什么 我不能像你爸一样 这个常代宝啊 是投资赚钱最好的方式了 比股票基金还要靠谱呢 我就把 从银行贷款出来的钱 和家里所能动用的存款 全都投进去了 然后 过了一个月 我想查一下金额 谁知道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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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全没了 我看着你每天早出晚归的 妈心疼 可是 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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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没事啊 有我呢 没事 喂 赵叔叔 我是严下 世界是这样的 我想给您借一点钱 您放心 我一定会很快还给您的 我想问一下您最近手头上方便吗 能不能借我一点 喂 喂 我是真的有急用 我是真的有急用 您手上有多少 既有多少可以吗 立即照算 喂 喂 我是迫不得已才给您打电话的 您看 能不能看在您跟我爸交情的份上 帮忙我这个忙 不然我爸花了半生心血的消失光年 就要倒闭了 这五百块 喂 喂